小姐 马先生已经离开了 什么时候啊 您是933的王霄米小姐吗 对 是我 稍等一下 这个是马先生要交给您的 我留下这个门 马先生不是已经提前离开了吗 还剩两天没有入住 这是剩下的房钱 马先生说让他把这个交给您 什么时候要赶飞机 先走了 很高兴认识你 祝你幸福 另外 这房子是你订 省下的钱拿着吃点很大 别一花钱就跟割肉一样 二叔 你有通联系方式吗 稍等一下啊 对不起 马先生没有留下电话号码 那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 比如说住址什么呢 小姐 我们酒店规定 不能透露客人的隐私 你的朋友也不是朋友吗 我跟你说不清楚 谢谢啊 不用客气 感谢氏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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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第一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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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无聊 不辞而别 你拍了我照片你还没给我呢 再说了 明明是我爸占了你的套房 你为什么要把单人钱给我呀 你是不是傻 早跟长辈说话了 谁难以当长辈了 我是难以当朋友才这么说话的 知道吗 你把钱拿回去 算你有良心 行喽 那钱你拿着 回北京请我吃顿好吃的吧 吃大餐 好 你逗我呢 就你那点钱回北京还是吃大餐 你再反抗我一顿是不是 你竟然还给反抗 你给我跑圈去 跑就跑 谁怕谁呀 二叔才不会这么跟我说话呢 老婆 你说咱们两个还能再见跟二叔 最坏的 叫 妈 回来了 爸爸 我想stra me啦 爱女儿子 爸爸也想你啦 刚下飞机 不知道你在这儿 我也是 我刚接马脑从学校回来 爸 回来了 那初胎怎么样 给我们带礼物了吗 当然了 你的礼物 马脑的礼物都有 上 你的 给给给 马脑 这行 这行 还有吃的一堆 妈 我看看你给你媳妇 都买什么好东西了 你说你这生日啊 结婚纪念日都不在家 我熬是田野 我都跟你没完 妈 没关系的 吃了 你这人就是太贤惠了 那个 你怎么连个珍珠项链都没有 太不香了 吃了 吃了 妈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们宾馆有点事情 我得回去 弟弟坐在里面盯着点啊 那个什么 你着什么急 我这饭都做好了 吃完饭再走 家门也得吃饭呢 那不吃了 妈 走了啊 干嘛呢 赶紧送送 嗯 这啥 来 我给你换个换个 来 走 干嘛呀 你妈和你妈是不是打架了 我不知道 你行了 我快去陪妈跟孩子吧 妈说我送你吧 这会儿回去她给回应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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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还挺好的 好啊 不好意思啊 那么早订个机票酒店 也退不了 让你破费了 没事 全当钱丢了 反正人都丢了 发生过的 就不能当没有发生过对吧 要真有什么忘情水梦泊汤人的 那倒好了 二话不说 我马上就把他喝了 出去玩了一次变幽默了啊 对了 马脑这两天上火啊 让他多喝点水 别吃咸的东西 过两天等我安顿好了 我过来接他 你要把马脑接走了吗 马克 我们俩是和平协议离婚的 关于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你就没必要再请个律师 写份文件了吧 这孩子小是应该跟着妈吧 可这俩孩子感情这么好 你把他们分开 马力乐意 我也不想把他们分开 可现在情况就这样了 马力跟你在一个学校 跟着我不方便 马脑太小了 你带着我不放心 但是也不能一直麻烦妈吧 行了不说了 马脑星期六打预防针 到时候我来接她 你现在住哪儿啊 算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早饭我也算认个门 要是电话打找不着你 我还知道你在哪儿 算是落脚的地方 以后肯定会搬的 你这锁票换的 你说又要换了 你这锁票换了 你这锁票换了 你还是搬回家住去吧 我搬出来 你一个女人不方便 不用 我一顿住着挺自在的 喝水吧 家里就一个杯子 你用我的吧 你没必要这样 你以为我俩孩子知道你住这儿 该怎么想 不是说了吗 这是暂时的 等以后条件好了 搬到好一点的地方 孩子就不会有想法了 我说你这是何苦呢 我绝对一点都不苦 真的 晚上停电的时候呢 我还可以思考思考问题 反省反省人生 我在床上躺着 还能透过这个窗户 看到外面的星星 多有情调啊 以前怎么没看住你这么乐观 跟我结婚那晚 你是受累了 挺辛苦的 虽然咱俩离了婚 那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呢 千万别跟我客气 谢谢 我现在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你要照顾好孩子和你自己 天爷 把工具给我 我给你把锁换上去 老婆 你也在 怪不得不需要我帮忙 该帮忙的事都有人管啊 我不想解释什么 你没有必要解释 我不想解释什么 没什么事你们两个也都请走吧 我累了 老婆 你真的误会我了 我前两年还去学校找你去了 谁让你到学校找我了 就是个有句话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不管你把我怎么想 我跟田野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我承认 当初我是喜欢田野 比你喜欢他不晚一天 之所以当时没让你知道 是因为我把你当兄弟 甭难给我提当年了 兄弟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怎么这么可笑 咱俩就当从来没认识 你主意怎么k 二叔 什么事啊 没事啊 水果你赶紧出 水果都切好了啊 对 妈 带预约好了 吃的时候把刺儿都挑出来啊 行 我知道妈多多大事了 你这真是自作多情 我是说你喂马脑的时候 把刺儿挑出来 真的 别扎着我孙子 行了 奶奶周末还回来呢 那去 去去 赶紧 去给弟弟收拾书包 小心点去收拾书包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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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甭操那么多心了 妈 你跟田野怎么回事啊 什么这么回事 是不是又打架了 妈 这两口子打架多正常的事 这不打架才不正常了 是吧 你问你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呢 我告诉你 打架那都是小孩干的事 年轻人干的事 这么大人了 那点事都不懂 我跟你说 具体是问什么 我就不问了 但是问题必须得解决 你要知道 你们俩不光是福西 你还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 既然组成了家庭 这就得珍惜 懂吗 明白 听听没有 走了 走了 走吧 拿着 跟哪儿再进 珍惜这些生活啊 别玩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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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了 妈 路上小心点啊 有事你跟我打电话去 我知道玩了 别玩了 别忘了吃鱼的时候 把那刺挑干净了给孩子 你没跟你奶奶说什么啊 当然没说了 万一你们俩哪天和好火 才不惹一声骚呢 孩子怎么说话呢 本来就是啊 你们俩爱怎么打怎么打啊 千万别见我一身鞋啊 谁打架了 姐姐你流血了吗 先打给我看看 没人打架 姐姐呀就打个笔吧 别瞪着马脑面说这些 什么大事啊 是点人啊 不离孩子成长了 是 来 爸爸给你一个好东西啊 就一个 没你姐姐的份 那么偏心的马老人 有大海的声音啊 是吗 姐姐 那壳里为什么会有大海的声音 据说呀 这人嘴血流动的声音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过滤之后的噪音 反正根本就都是大海的声音 懂吗 你讲这些他也听不懂 就让他以为是大海的声音呗 以后有的是机会 学习这些科学知识 多懂这科学知识多好啊 要以后有人问他这问题 能答够多拉风 万一人也觉得不拉风呢 万一人觉得扫兴了 懂那么多科学知识 显摆你懂得多多不浪漫 马老师 你这旅行的一趟突然开窍了 人情世故 小孩子家你不懂 老马 你这次要没发生点什么份 咋子 妈脑我都不信 咋咋 讨厌 来这么早啊 这旅行回来就是不一样啊 新人新气象 这么早就来收拾狗大便了 我不在这一天 秋风又来闹我了吗 没 特失望吧 求之不得 你这次旅行怎么样啊 你快跟我说说啊 有没有艳遇啊 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 你随便起来就不是人 还不是人 到底有没有啊 阿姨啊 别操心了 这个真没有 那你手机呢 我要看照片 在桌子上呢 自己看吧 怎么才这么几张照片啊 别提了 都在别人相亲一门呢 这人谁啊 路人假呗 路人假的背影 都拍这么销魂 你老实跟我交代 这是谁啊 就是一普通二叔 一过婚了 还有俩孩子 王小敏 你不会吧 你可未变化这么快啊 咱虽然跟秋风不成 但是也不能这么自暴自弃啊 就不爱和你聊天 以后少问我 小米姐姐 我错了 你再给我看一眼吧 看毛线啊 有你这样的人吗 我们两个人差着倍呢 就不能有点纯洁的革命友谊 你给我看一眼嘛 我看完也没有真脸的 年纪是大了一点 但是呢一系还能看出来 英俊的遗迹 他有钱吗 要是个大款的话呢 就也还能忍 就于中学的体育老师 没什么钱 那你图什么呀 什么都不图 我们俩人什么事都没发生 再说 我跟人家联系方式都没有 那你还能再见着他吗 不知道 想见吗 瞧你这私称的件 特心动 特想见吧 有什么可见的呀 又不是西乡记牡丹亭啊 见一个都是真爱了 你装 那你要对他没想法的话 你干吗偷拍他呀 你跟车婚这么多年 我怎么没见你偷拍过他呢 你呀你就是思想太肮脏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 一个失婚了一个失恋了 我们俩在海边成立了失恋联合会 互相加油互相打气 好 旅行结束了之后 我们互相撒尤那拉 这多正常啊 那他 你打住吧 我要去专心的收拾狗大便了 你呀 多操心操心你自己个儿的事吧 别老一心妄想着当别人红娘 我才不信呢 我还真就把自己当红娘了 叫我说你什么好 你知道现在 申请跟住房指标有多困难 学校考虑到你有俩孩子 还有老人 才把这指标给你的 你倒好 说不要就不要 你这是玩我们的 段屏 我这家里最近确实有点事啊 手着心没用 有什么困难 直接跟你组一张说 是不是钱的问题啊 不是 不是 我原先想换大房子啊 是把我妈接了一起住 和我妈住那四公园住习惯了 不愿意来 再说我那俩孩子 也老去我妈那儿待着 所以最后想了想了 好像换这大房子 没什么必要啊 是吧 你媳妇呢 这么好的机会 收饭就放去了 她没意见 没意见 这房子小家务少 还高兴呢 既然你就决定了 那我可就把这指标给别人了 你可别后悔 不后悔 我后悔也不让您知道 以后绝不再给组织添麻烦了 你可别后悔了 哥儿李哥 重大的好消息要宣布 这周六藤果的厂子归咱们哥儿里格拉 我想起一事了 这么多年了咱都能有一名字吧 你看看人家黑豹 腾肠 又起话 又有意义还好听 咱走起来 咱也来一个呀 那这太简单了 这说走起来不就走起来吗 人家叫黑豹 咱就叫花猫 他们叫唐唐 咱就叫宋长 他们叫零点 咱就叫七点一刻 天啊 太不够了 不够了一会儿 你就不能起一个高大上一点的名字吧 你看人羽泉 海泉 羽帆 俩队摘一个拼在一起 多好一名字呀 咱们四个人 那咱们就叫一个帅哥和三个大傻子 我呸你 太没溜了你这 不闹了 不闹了 那咱们想想 就是这 你足够多 咱就叫反光镜 这怎么会儿叫啊 我们叫反光镜乐队 就是让别人 可以从我们这里感受到自己 还能看到这个社会 既有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又又又又又深了 漂亮 这个景色漂亮 我喜欢 行不行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我觉得可以 你们要都觉得行 我 就没意见 那就叫反光镜了 没毛病了 好 来 来来来来 反光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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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吗 好看吗 好看 爸 你还不睡 跟你活儿似的 好好飘似 我要刷牙去 你刷过牙 把脑肺让我吃口饼干 我塞牙了 不知道难受 你也刷牙睡觉 你这三家照片啊 看看 你这三家照片啊 睡觉去 看 风景是不错 但是你这摄像有技术啊 腿部 你瞅着构图 一张比一张死板 还不如用我们的手机拍呢 构图怎么死板了 不如你用手机拍 看出这照片的质感了吗 不过我能理解你啊 我妈搬出去住了 你肯定心人不宁吧 瞧你俩在我奶面前 那别扭样 眼睛太差了 不挺自然的吗 反正糊弄不了我啊 你们俩 这是要离的节奏吧 行了 小孩管好自己的事 别顾问大人 我就是看着 你跟我妈别扭 我也别扭 你们都冷静冷静 要是想和好 我也不反对 帅呀 睡觉去 别呀 你看啊 这么多天没见了 咱父女俩增加一点感情 我还没问你呢 怎么样玩这套 开心吗 景色是真不错 除了景色 这个吃的也好 就贵点 谁问你这个了 到底有没有艳狱 说什么呢 和人 把我弄出去 就让我艳狱去了 你爸也不是那套人啊 所以我恨你也不成钢 就你那木头哥的性格 肯定主书都送到嘴边鸭子都吃不着 这张有意思啊 谁给你拍的 住在同一间酒店呢 也是游客 女的呀 该瞎想啊 还比你大不了几岁啊 光比较叔叔呢 来 跟我说说 给你拍照拍那女的 到底怎么回事 没怎么回事 小屁孩要玩我相机 行行行行 赶紧睡觉 睡觉 快点 明天我去超市 有什么想买的 给我列了单子就行了 那你给我买 主要回来自己买 那东西你不能自己买啊 哎呀我功课那么忙 哪有时间呢 你赶紧睡吧啊 要气得那么大 不是吧 他俩就一点 挽回的希望都没有啊 有啊 关键是他俩天龙地啊 谁都不得意跟谁功课 怎么挽回啊 我再想出一个办法 好 把这僵局给打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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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回来了 对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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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乱天广告 您也不管了 多印象失容啊 我瞧着这个海报啊 挺大挺滑手的 你看 能挡挡那后边的这些啊 小广告吗 那你也得挑个能看的呀 你看这一个啊 人头鬼脸的 这大半夜出来 那下次谁怎么办呀 挥了这个 挥了 挥了 我别死了这个 别死了这个 一块地 两张信票 你怎么又拆我快递啊 我弄错了吗 还有是我呢 有人跟你寄过快递吗 侵犯我隐私权还狡辩 你看 百草味之夜 免费临时提供 好 还拿来赞助呢 怎么样 咱俩去 我不去 要去你去 明明是要我们俩去的嘛 你不去 多没面子啊 去吧 那我就 找你张书去 我们俩去吃吃零食 听听音乐 你俩是去吃东西的 不是 我们俩是陶冶一下情操嘛 你当这音乐 是有多高雅呢 还陶冶情操呢 回头你们俩 别震出喧僵病来了 再赖什么 平时我坚果吃得多 心脏没问题 有多少广告费啊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刚才说到了你的家庭 哦 我父母都离异了 我是跟着我姥姥长大的 单亲假情的喊呗 那人格上会不会有什么不健全 没有啊 我觉得很健全 您看我 不缺胳膊不少腿的 我根本缺心眼呢 那会不会不相信婚姻 缺发责任感呢 怎么可能 我要是不相信婚姻的话 我怎么可能坐着 跟您相亲呢 是不 我觉得啊 我正是因为 我是担心家庭的孩子 我才更渴望家庭的温暖呢 唉 来 干 你喝呀 你喝呀 啊 我喝呀 你喝呀 我喝呀 来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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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人喜欢青春吗 这首歌叫青春 你最终的叫青春 你只有六还是六十呢 你老是有求的 在中国之后就没人平了 为何时轻松的 没有什么没调 这一个才是我的天涯 太陽的 ship 太陽的出演 太陽的出演 中間不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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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的出演 太陽的出演 太陽也 至sem同場 太陽只urch 二人 一同一 Community 谢谢女士 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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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让高厉害有多近 太熟人了 还有多什么呢 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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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怎么只有相闹啊 男嘉宾 下面这首歌 是我写给我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姑娘 是你 你说她这歌唱给谁的呀 这姑娘太幸福了 歌有什么呢 回头我也给你写一首 得了吧你 就你唱歌舞音都不全 接着吧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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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这么说 摄影们一会儿 那儿呢 你那儿呢 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 别臭美了 谁说我是过来找你的 秋风 今儿那儿呢是过来找我们的 还有一事我没告诉你 今儿这场地其实也是那儿呢找的 好 挺好 那你们聊 好好好 你们聊 你们聊 拜拜 快这么聊 阿姨 秋风啊 秋风啊 我都录下来了 回去啊 给小米看 谢谢了 阿姨 谢谢 你怎么来的 我陪着送你走 不要 好 不要 不要 我们正好压压马路 我们一块儿就溜达回去啊 小伙子挺棒的 有发展有前途 你赶紧回去 谢叔 谢叔 不打交了 走走走 你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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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走吧 来 谢谢阿姨 哎呀 我天哪 你怎么在这儿做面膜 吓死我了 今天晚上去哪儿了 哪儿也没去 跟家带着 秋风的演唱会 我都给你录下来了 看一眼不 妈 那你买的新面膜搁哪儿了 给妈用用 小米 今天演出真的绝了 我都唱屁了 谈下观众辣椒一热脸 你不来 有后患些吧 老小米 老小米 要不你下次还是来吧 小米 我们重新在中国说话话了 上一刻不好 我看断了活该 我们重新的 咱俩重新开始 是你 一个不懂化妆的你 爱上喜欢音乐的我 很快乐 想你 听说爱 我看我 我看你 真的 好 我说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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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看你 每天 都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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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真是落寞呀 这微博上可都在祝你有情人忠诚眷属呢 这世界还是人情温暖世界有爱的 哪个哪个啊就忠诚眷属 你看看 来 快看看 这不是二叔的照片吗 你给发到网上去了 赶紧删了 删什么呀 我用马甲发的 又没他正脸 我也没说你名 丢人呢 怎么不丢人呢 这万一要让二叔看见了 他以为我多想见他吗 你倒是想啊 他一个中年男子 他估计平时都不用微博吧 还猴年满月能看到呀 再说了 这才两百个转发呢 都两百个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两百个群众 都得以为我想见他了 那你说你想见他吗 你不许说谎啊 你要说谎的话 就罚你姐一辈子够大便 我就是 就是想把我自己的照片 要回来而已 你看还是我了解你吧 这微博呢 我看也别删了 你俩要是有缘的话 他肯定会来找你的 你们俩要是没缘 他就是看到这个微博 他也不会来找你的 我看是没缘 小米 那咱俩不说这事了 我给你讲点开心的事吧 我跟你说说 我相亲的事怎么样吗 不怎么样 你瞧玩呢 你咋不瞧玩呢 说什么呀 我去 老韩 你知道吗 我前两天呢 我又去相亲了 然后我见到一个男的 我觉得这个男的 就是哪儿哪儿哪儿 都好 特别完美 我总有种预感吧 我觉得这个人 就是我生命中的 真命天子 真命天子 两天就分 去 狗嘴吐不住象牙 等着包红包吧你